我很开心也是因为我 又继续选到你 这女孩真的好直接 但你不觉得 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很短 所以要多接触对吗 多接触其他的人是吗 我不是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是你第一天进哪一房间的时候 我对你就 还没有任何地关注到你 存在感比较低 但是从你聊天来看 我觉得你 你会是一个非常有内涵的人 就是比较有才华的人 应该是深藏不漏 所以 所以结果就是你知道的 就不用说了 但是人和人之间 是有一种磁场的吸引的 这个频道像密码一样 如果密码对了 就是两个毫不相刚的人 那也会在一起 那就算是 所有的人都觉得最合适的 这个密码不对 对 也很难 所以 所以你应该是 顺其自然的人 对 我不是 我绝对不会顺其自然的 因为在我认为 顺其自然就是在给你的不努力 不争取找借口 所以你说的顺其自然 因为你根本就不想去努力 嗯 工作可以这样说 运动健康可以这样做 学习可以这样做 会读感情不行是吗 嗯 并不是这样 顺其自然是你拒绝别人的 一个 词语吧 欢迎来到芒果TV综艺频道